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評判、來賓、同學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寶良局主辦第十四屆 全港小學校制辯論賽第初賽長次一 試次活動由寶良局主辦 並由田嘉餅基金會協辦idebate.hk承辦 我是今場比賽的主席 今場進行的賽事是 初賽長次一便題為 甲方慶祝生日儀式感比禮物重要 粵方慶祝生日禮物比儀式感重要 首先為大家介紹評判 他們分別是 今場比賽雙方的隊伍 首先是甲方、聖工會、聖約翰、珍、少添小學 他們的主便是翁樂禧同學 副便是林欣彤同學 公便是林清文同學 而傑便是余俊廷同學 然後是反方、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他們的主便是譚欣彤同學 副便是黃仲恆同學 公便是翁啟博同學 而傑便是黃智美同學 請大家再一次掌聲鼓勵一下我們的同學 希望他們稍後的時間會有好的表現 今天的比賽流程如下 比賽會先由正方、主便開始 然後到反方、主便如此類推 反方、負便發言過後 在公便環節 最後由反方的結辯先行總結 之後由正方作結 每個便員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發言時間完結前30秒 會有1下鐘聲提示 發言時終結時會有2下鐘聲提示 每位便員發言時間完結後 會有15秒緩衝時間 緩衝時間結束後 計時器顯示為第16秒時 會有3下鐘聲提示 超越15秒緩衝發言時間即被扣分 每超5秒每張分只將扣除5分 不足5秒亦多5秒計算 而在公便環節方面 每位公便發言時間分為2部分 第一部分會有2分鐘時間 公便向對方的主辯和負辯作盤問 反覆問答直至時間結束 而第二部分亦都有2分鐘時間 公便向對方的結辯作盤問 每次的盤問和作答時間為20秒 不可超時 作答一方亦都不可以反問 只可以回答 盤問一方亦不可以打斷對方作答 否則主席會提出警告 比賽進行時只可以使用 不大於15.69.5厘米的資料卡 並嚴禁攜帶書籍或參考資料到台上 台上便員亦嚴禁與台下 觀眾進行任何形式的溝通 為例者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一切發言均以與粵語進行 否則每位評判會著量扣分 為人名和書名可以使用外語 任何發言亦不得作人身攻擊或誹謗 試次比賽將進行錄影 各位辯員發言須以使用大會提供的麥克風 最後提提各位辯員 發言前先須向主席示意聽到鐘聲一下 之後才可以發言 如果沒有疑問的話 比賽正式開始 首先有請正方主便 雍樂希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請先試麥準備好帳向主席示意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的編題是 慶祝生日儀式感比禮物重要 先解釋編題裡面的兩個關鍵詞 日 生日 生日是我們誕生的大日子 同時亦都被稱為無難日 溫恆我們要紀念母親 當日生日我們的辛苦 以及回饋父母對我們多年養育之恩的一日 一 儀式感 儀式感是甚麼呢 儀式感涉及到一種情感和心理上的體驗 是表達內心情感最直接的方式 它是指通過特定的行動 儀式 或者儀式化的方式來創造一種神聖 隆重或者是特殊的氛圍 儀式感可以跟各種場合相關 例如畢業典禮 生日慶祝等等 來表達你認為非常重要的意願 或者是訴求 或者是透過特定的形式來表達 某件事具有重要的意義 這些特殊的氛圍 可以幫助人們感受到某種公同體 和價值觀的存在 令到他們感到被重視和尊重 今日為方便展述 我方將儀式感來源主要分為兩類 一種是傳統儀式產生的儀式感 例如慶祝六十大秀 另一種生活化個人式的儀式感 例如許個願切蛋糕等等 對於今日的辯題 我方非常贊成 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 生日的儀式感 可以維繫家庭 強化應同感 貴屬感 誕生 和家庭也有物不可分的關係 生日又叫無難日 慶祝生日的另一種意義 就是表達飲水私圓感謝父母 儀式感更加可以體現在這一方面的意義 此外 中國是禮兒自幫 儀式至古就有 例如傳統的開筆禮 成人禮等等 而中國傳統每一年的出生週連日 都是一次家庭聚會 稱為過修、賀秀、觸修 可以當作是一個家庭的節日 到了現在 一般生日儀式 包括和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度過的時間 準備一頓特別的美食 舉辦派對等等 對於不同家庭來說 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儀式 這種一起慶祝的儀式 可以營造出歡樂、溫慶和團結的氛圍 禮近家人彼此之間的距離 二 人生有不同階段 不同階段就有不同的意義 這些亦都可以真實地反映 在生日的儀式感 而這些不同階段搬隨著的儀式感 是禮物反映不到的 最後想問有方 家庭長輩七十大修 你會不會只是送禮物就算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三分零六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之後有請反方主辯譚欣彤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有三分鐘 請先試麥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麥試麥 主席、評判、右方同學 在座各位大家好 生日對大人和小朋友來說 都是特別的日子 而今天雙方的討論 亦都先從定義入手 因舉辭典 禮物即是來自必人的規陣 而禮物的形式可以是實物 例如一張生日卡 亦都可以是體驗式的禮物 例如父母帶我們去旅行 令人留下深刻的回憶 亦都可以留入變系統 對於禮物的解讀 以至於儀式感 根據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提出的定義 可以掘出三個特性 首先它是有固定連續發生的行為組成 例如 禮事是要在正月16日才可以刷 三日要吃蛋糕、唱三日歌 亦都是同樣的道理 其次這些行為是有象徵意義 例如三日吃紅雞蛋 紅色云以喜慶 而吃雞蛋就是取諧音又王館 但其實禮物禮事隨時都可以刷 雞蛋平的就可以吃 故意在每一日做某個行為 就正正特顯了儀式感 然而儀式感通常這種手段 就是為了帶出你一個目的 而鋪排在前面的動作 回歸到今天的命題 就要肯定慶祝生日的前提下 今天雙方的討論 成立愈方的標準就在於 假如在有限的資源情況下 對於參與生日慶祝的人來說 是儀式感定的或禮物 對於人際關係情感傳遞 反效回憶方面更為重要 而愈方命題成立 原因有二 第一 禮物能夠封存情感 勾起回憶 並且兼具實用性 人夜的一能力 不能夠像電腦那樣力久長身 經歷過生日之後 日常生活會令到這些感受 和細節日漸風化 我方認為儀式感只是推高了當刻的氣氛 但就不能夠像禮物 幫助著壽星子女記錄下當日的情感 專門研究記憶的澳洲營知科學家 約翰薩頓在2016年指出 禮物具有重大價值 是因為它承載著過去的部分回憶 根據礦展合分布適應之理論 物件是可以作為記憶行跡 令我們活水過去 重演每年不同的感動畫面 同時禮物本身有著實用性 甚至鎖匙靠都可以被人隨身攜帶 但是實用儀式感就做不到這個效果 第二 禮物本身有著期望和祝福 比儀式感更具意義 無論是實體禮物 還是體驗式的禮物 都有著不同的情感和期望 例如送百科傳書 是想激起我們的求之獄 而旅行就可以擴復我們的眼界等等 順便起隆重其事 帶張旗鼓 但一順即細的佈置裝飾 華麗聲煙 禮物就更勝一籌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營造儀式感是需要佈置張羅 但正是為了氣氛 又算不算一種浪費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便為2分51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之後有請正方負面林欣彤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請先試麥克風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麥 試麥 第二點 主席評判尤方同學 在座各位 大家好 尤方不正敢話 麥輕情義重 我方理解 但如果只關注禮物是否貴重 或者錯誤地認為 禮物的價錢越貴 就代表我們越有誠意 那就忽略了生日本身的意義 有方說 儀式感是不像實際 只是一種形式 但我方在這裏回得回有方 甚至專家認為人類正常的身心成長 是需要一定的儀式感 而在這種小小的儀式入面 其實就是一種強烈的自我暗示 例如生日這一天 是需要用儀式感來告訴自己 自己又長大了 需要肩負更多的責任 踏上更美好的成長路程 你們是禮物給不到我們 大家可能會覺得儀式感是攀鼻之心 叫情或者是做了 但其實生日的儀式感 是不需要隆重的派對 或者是昂貴的禮物 只要是簡單的小蛋糕 切蛋糕 吹蠟燭都可以成為一種儀式感 儀式感不需要擴張浪費 不需要用金錢去對砌 只要在某個比較特殊的時刻 在一些形式上 表達個人獨特的感受 對比起禮物 儀式感更加神聖 更加有洗滌心靈和治癒的作用 另外在這裏 我想補充一點 生日儀式感是家人朋友共同的經歷 比起單純的禮物更加有意義 儀式感帶來的快樂回憶 和自我滿足感 比起禮物更加重要 相比起生日禮物 儀式感一起切蛋糕 家人朋友聚首一堂 祝可許願等等 你們共同經歷的過程 會比單純的禮物更加有意義 生日慶祝的重點 在於和親友共到美好的時光 創造回憶 以及感受到周圍人的祝福和關愛 舉辦一個有意義的生日派對 以自愛一同共進晚餐 或者是參與一些特別的活動 來慶祝這個特殊的日子 更能太逼到珍惜愛護自己的人 正如志明行為心理學家 發授托馬斯格洛偉奇說 幸福感更多來自於經歷 而不是禮物 最後想問尤方 試問一個病危的老人過生日 你覺得是單純送一份禮物給他 還是子女還記得他的生日 創造一場節日的氛圍和儀式給他 更加令他感受到家人的關心和幸福 謝謝各位 甲方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03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之後有請月方負面王中恆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請先試麥克風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麥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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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 在座各位 大家好 剛才友方同學提到儀式感 可以傳遞親情和友情 但是友方不要忘記了 無論是實體禮物 還是體驗式禮物 都有附加的情感價值 同樣傳遞到友方所說的親情和友情 更加可以兼具個人特色和實用性 友方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如何感受儀式感邊緣做過禮物呢 其實禮物和營造感 儀式感從來都是封檢友人 例如從手作禮物到名牌精品 紅雞蛋面線到大牌延直 其實隔魚雙峰 今天對於儀式感和禮物 要有一個合理的比較 必須要以相同的時間 或者經濟成本付出來比較 哪個做法有凌駕性好處才是更加重要 用一邊好評一邊很貴 你比較根本沒有意思 那如果我問大家 一對鑽石耳彎同一部單車比較 是不是永遠是耳彎受歡迎一點呢 答案其實是和物件本質的價值無關 而是關係到送禮的一方 有沒有關注和運用同理心 心理分析師Bonnie Bertralli博士研究提出 送禮其實是一門學問 禮物是情感的表達 還要思考一下送禮的同事會說些什麼 所以為吉尼亞大學市場學副教授 Julian Givi博士研究指出 選擇禮物不應該只是製造驚喜 和投射自己的蜜辱 而是理解對方的外辱和性格 研究也提到鑽石耳彎可以是最差的禮物 根本沒有留意對方沒有帶耳孔 一部單車就算對成人來說 都可以是最好的生日禮物 因為只有送禮人知道對方 這是他同人的遺憾 由此可見禮物的真正價值 是附加在上面的情感價值 和獨特經歷 行禮禮物對雙方的重要性 必須要考慮送禮的時候的人際交流和心思 而不是單以物件本質的價值 去對比儀式感和精神價值 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每年生日都要酒樓情 呼叛人伴 開派對 唱生日歌或者切蛋糕吹蠟燭 流水作用的格式化慶祝 為何一定讓禮物更別出心裁和有意義呢 即使如何自定義儀式感都好 它的本質都是空佛 而且談花一宴 總是愈落幕 禮物和儀式感各自作為手段 儀式感做到的事禮物做得更好 月方的命題理應成立 多謝各位 月方副辯發言時間為2分32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公辯環節 首先是正方公辯時間 請反方主辯和副辯暫立回答 你們的每次發問和作答時間為20秒 請雙方便原先試麥 一會子準備好再向主直時誼 師妹 師妹 師妹... 同學時代而約下 説於你在生日日後 只能收到惡朵的生日禮物 家人、朋友完全沒有來陪你 你會不會覺得不開心 其實有時候你的禮物 都可以傳遞到一些很有情感的價值 例如如果你的朋友 特別知道你喜歡某個系列的公仔 他故意記住這一點送給你 你想想這個是不是跟你 跟見到你的家人、朋友一樣那麼開心 而且禮物未必會很貴 正方繼續發問 人的價值其實是否應該用金錢和物質去衡量呢 請發方再重開一次 人的價值其實是否應該用金錢和物質去衡量呢 不應該 那請解釋一下 所謂人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收到一些禮物 我們 例如某個人 他的生日 我會送他的禮物 那不代表這個禮物很貴 就代表我很珍惜他 所以人不應該用價值或者物質去衡量 有方便等於認同我方的觀點 有心理專家認為正常的身心成長需要一定的儀式感 在這些儀式裡面其實就是一種強烈的自我暗示 比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更認真和更用心 請問反方繼續作答 請反方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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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方負辯用了英文 請評判著兩扣分 之後就是反方公辯時間 請正方主辯和負辯暫立回答 每次販問和作答時間為20秒 請先雙方辯員試麥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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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有方同學 你有沒有收過30禮物呢 有 有方同學 你說你有收過這份30禮物 那我可不可以破壞了它 然後賠回一樣的一模一樣的給你呢 當然不可以 因為你送30禮物 其實就是代表 他送給你的意義嘛 有方同學 補給你的禮物 物質價值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是更加新正 不可以的原因 是否因為附加價值呢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請重複禮物的問題 有方同學 你剛才說 我不可以弄壞一份禮物 然後賠回一份一模一樣的給你 補給你的禮物 物質價值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是更加新正 不可以的原因 是否因為禮物的附加價值呢 其實儀式感是不需要用金錢去堆砌的 還有你送送禮物 它都已經算是一種儀式來的 請有方同學 再一次回答我的問題 補給你的禮物 物質價值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是更加新正 不可以的原因是否因為禮物的附加價值呢 其實 你送那份禮物給我 是因為 你有一些意義在裡面 你送了給我 我會很珍惜它 但是 再問了有方同學一條問題 如果你五歲的生日禮物 是書包之類的熱用品 反方公辯時間結束 現在是隔方總結培民時間 請月方劫辯暫立回答 你們每次發問和作答時間為20秒 請雙方便原先試麥克風 準備好坐樣主席 請月 Next 由生日儀式感 所產生的自我認同 歸屬近等 這些又是否禮物可以給到我們呢 這些是禮物也可以給到我們的 首先禮物不單止是送一件禮物 禮物一邊都可以包含一些情感 一些情感入面是會包含你一些 你選禮物那時候的心情 這樣都可以表達出來的 有方同學其實送禮物本來就是一種儀式 這種送禮物的儀式 你往往都會伴隨著儀式感 送禮物和儀式感是兩樣東西來的 它是兩個不同的觀點 送禮物是不包括儀式感入面 因為這個是你自由的人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送還是不送 比起找回自我存在的意義 自我肯定這些精神上的滿足 是不是禮物可以給到我們 禮物可以 禮物需要是增加情感的一件事 只要你了解對方的性格 了解對方的愛好 你才可以送到一個適合對方的禮物 好 儀式感所牽動的就是所帶來的期待 造就出來的就是感到幸福的心理效應 意味著儀式和幸福有所關聯 對不對又放 這個關聯是對的 但是同樣禮物和情感都有很大的關係 你剛才有說到儀式感是一個準備的 又一個有驚喜的 但同樣你都可以準備一個禮物 給對方一個驚喜 知名行為心理學家教授 托馬斯吉諾維奇說 幸福感是更多的禮字經歷 而不是禮物 這些儀式比起禮物更加 給我們有共同經歷的過程 隔方總結盤問時間結束 之後到月方總結盤問時間 請隔方劫便站立回答 你們每次發問和作答時間為20秒 請雙方便完先試麥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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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方同學你還記不記得 你五歲的時候生日怎樣過呢 不記得 那如果五歲的生日禮物 是書包之類的日用品 會不會幫到你回憶當下的喜悅呢 不會啦 有方 多謝 有方同學 我方主編已經說得很清楚 甚麼叫做記憶痕跡 有方不明白不要緊 但是儀式感就是有時限 回歸日常就會消失 這就是我方強調禮物凌駕於儀式感的論點 再問多次有方 再問另一條問題 請雙方同學繼續作答 請雙方同學繼續作答 請雙方同學再問多次問題 家人的陪伴為何等同於便題之間的儀式感呢 有方每天回到家都會覺得很有儀式感嗎 不會 那陪伴就是等同於陪伴 儀式感並不等同於陪伴 我方的主編已經很明確地定義了 有方同學認不認同我方的定義呢 不認同 那原因是甚麼呢 有方同學 因為首先陪伴 家人陪伴 孩子就可以令到孩子培養幸福的能力 和創造幸福的能力 那有方同學 放煙花 租直升機 拉環壓 慶祝生日 可不可以營造到儀式感呢 可以 多謝有方承認儀式感是可以很奢侈 再請問有方同學 儀式感是否存在於生日當日 過了就沒有呢 不是平時日常生活都可以有儀式感 那但是你覺得生日是儀式感 還是禮物重要些呢 我方就認為禮物重要些 因為禮物也可以帶出到人 月方總結盤問時間結束 公辯環節結束 現在有一分鐘時間被雙方結辯再整理 片段 準備時間夠,有請反方結辯黃至美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三分鐘 請先試麥克風準備好在主席示意 試麥,試麥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灰姑娘這個故事 女主角深深念念想參加王子在城堡舉辦的派對 全靠神仙教母司法將南瓜變成車 將老鼠變成馬同車夫趕上個舞會,迎合儀式 但就語跟生日一樣都會在十二點後回歸平淡 看的是留下在旁人眼中毫無異議的單隻玻璃鞋 但對王子來說反而意義更大,故事隨後結束 比賽亦來到最後位置,情景就像現在一樣 但我們要問,如果沒有這隻玻璃鞋,踢程又會向哪裏走呢? 整場比賽,我方三位變員通過市場學,心理學以及人類學家的專家演見 做到情景分析,做到脫身試例檢查 為何禮物凌駕於儀式感,對慶祝生日尤其重要? 玻璃鞋只得王子、姓文白其中的重要性 是因為夫姑娘和她有其中獨有的經歷 同樣道理,生日禮物不單是承載著物質價值,還可以是共同回憶 或者不單是彼此心領神會的神物 不同的關係必然會帶來不同的禮物和經驗 而每一份獨一無二的禮物,才會是成長的一步一腳印 可惜是因為兩個錯誤,今天有方不理解我方立場 首先,有方正常比賽都將禮物等於消費主義 禮物等於鼓勵拜金風氣 但我方不明白為什麼禮物一定等於物慾 我方負面用整個位置的時間去解釋禮物之重 不只是在於她的本質和價值 就像玩具種動物中的胡植警長 她對安迪的價值不是因為安迪是絕版的牛仔公仔 而是因為她的腳底有安迪兩隻字 她等同於安迪成長的活憶這份精神 那有方這樣磨腰化禮物呢,是否合理呢? 有方很擔心很執重於禮物會帶來很多問題 但有方都忽略了儀式感並不是無敵的存在 儀式感所需要佈置時間,其實都可以浪費很多金錢 而都會導致有人有錯誤的價值追求 那有方同學都會有解釋 有沒有解釋為何禮物會令人揮火呢? 但其實形狀一閃而過的氣氛 就會絕對不會呢? 在者? 即是一種儀式感都可以令到慶祝 生日走向,形式主義 禮物對我們人生往後的影響 不是要像童話故事那樣顛覆人生仙怨重要 但在玩具總動員的安迪一樣 我們會慢慢長大 希望有方明白其中的意義 更希望各位在玩具轉陣和願意的其中 那粵方命談答應了,多謝各位 粵方結辯發言時間為3分01秒 沒有消息無需扣分 最後有請正方結辯余俊廷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請先試咪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咪試咪 各位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比賽來到尾聲分享我個人經驗 我的生日,每一年媽媽都會給我一隻紅雞蛋 並會跟我說快高長大 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 有時都會邀請同學來家吃蛋糕 吹蠟燭來慶祝 雖然簡單,但想起這些情景 依然可以觸動我內心心處 我不記得收到什麼生日禮物 只知道當時的生日氛圍 確實給了我最實在的快樂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禮物和儀式感都跟特殊的場合和情景相關 但它們在本質上有一些不同之處 而這點正正是我們今天雙方最大的爭議點 禮物通常是以某種形式的物質或者物品表示 儀式感就涉及到一種情感和心理上的體驗 今天我方認為慶祝生日儀式感比禮物重要 因為慶祝生日最珍貴的不是物質 而是你個人獨特的感受 而這種特殊的氛圍可以令到我們感受到 某種共同體或者價值觀的存在 並令到我們感到被重視和尊重 比起聖誕節、新年等節日 生日的儀式感是為了達出個體的不同 獨日無二的生日、獨日無二的你 是屬於自己的節日 個人的感受是最重要 每一天都是人生的幾萬份之一 特別是生日那一天 要覺得特別而值得回憶 儀式感通過特定的行動、儀式 或者儀式化的方式來創造出一種神聖 隆重或者特殊的氛圍 給到這種自尊感、驕傲感和自信感 給生日的主角 這些是單純一份禮物做不到的 而這份個人獨特的感受和生日的意義相負相成 生日是一種感謝生命、體驗喜悅、反思過去、展望將來的時刻 儀式感是給到這個特殊時刻一種獨特的氛圍和意義 亦都是見證重要時刻和紀錄歡樂時刻的體現 儀式感和金錢、權力、地位無關 更多是內心深處對自己的肯定 心理學家曾經做過研究、結果顯示 儀式感可以培養我們獲得幸福和創造幸福的能力 每年生日特殊的時刻都要收到祝福 而且都會將祝福傳遞出去 正能量就會慢慢記錄在內心 未來或者可能不會記得每個節日的細節 但會留在記憶的心裏面 一定充滿了這種過節日和家人幸福的感覺 而這種感覺將勇敢面對人生機遇和挑戰的原動力 同時教授我們如何創造幸福的能力 最後想跟大家說 因為有生日 我們才在這個世界上儀式感 令到每一個人在這一天都變得與眾不同 慶祝生日 最珍貴的不是物質 而是你個人獨特的感受 因此儀式感的價值遠遠超越了禮物 多謝各位 教方結辯時間為3分02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經過一番爭辯比賽告一段落 現在先請評判整理分子 再次請求結束 接下不及 細節 各領先提及 固定 范震 在兩邊 後面 前後 有2 稍為 有2 前後 以 明白 現在有請各位評判就今場對賽雙方表現作出評語 有請領南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長 鄧岡明先生作出評語 大家好 先多謝賽會邀請我們來看這場比賽 其實我自己覺得每次看小學辯論都是挺開心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不單止可能是有機會可以隔了這麼久 即是說自己的年紀隔了這麼多年 可以看到新一代的小朋友怎樣去討論一條題目之外 我也覺得其實近年的小學辯論也都越來越多 可以真的見到大家是更加敢於去嘗試去回答對方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好的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在往後的比賽保持下去 當然比賽也有勝負的 所以我也講一些關於我對於今天這場比賽的一些看法 以及我給我勝負的一些理由 我自己覺得這條辯論其實就是比較近年才會輕一點點 就是一些所謂甲穴的辯論 以往沒有那麼多的 以往可能比較多的一些正反方的辯論 所以甲穴辯論對於我來說和普通一條題目最大的分別是甚麼呢 也都是反映了在今場比賽其中一個覺得勝負的關鍵 就是在於大家怎樣去比較那個重要性出來 通常我們打正反方就很容易不小心就會犯了一個錯誤 譬如以今場比賽為例 我自己覺得甲穴是有一點過度去把儀式感和禮物 放在一個議員的對立上面 就是彷彿一件事情當他有儀式感的時候 他就可以沒有禮物 又或者反過來 當那份禮物出現了的時候 整件事就突然間沒有儀式感 但是其實我想正常來說 大家過了十幾年生日應該多少都有收過禮物 應該就會發現其實這件事就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 所以其實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我覺得真正應該要探討的就是 你生日的時候 一樣禮物 它承載著正如反方所說 它可能承載著一些實用的價值 它也可能承載著一些附加的一些情感的意義 那也都如甲方所說 儀式感可能是不需要有禮物的 但是重點就是當兩者都 其實在你的生意裡面 其實都無可避免一定會出現的 正常來說一定是同時又有禮物 又有儀式感的時候 哪一樣東西重要一些呢 那個比較應該是這樣去嘗試建立出來 你的內容是會相對來說是會構題一點 因為我記得去到中間 其實兩邊這個共通的問題 就是兩邊都有少少太過是 把對方的內容簡化得太緊要 即是甲方的朋友 你會比較簡化地把對方說到 總之送完禮物就無儀式感 對方月方也是 其實我覺得就是有個位置有少少奇怪的 我自己聽的時候 因為關於物質的部分 可以稍後再講一講 其實我怎麼說呢 我又不覺得甲方是有很大力去嘗試 說這件事 但是又用了很多篇幅去嘗試回應這一點 那我也都是有少少 不是太過掌握得到 或者不是很明白 那跟著下去呢 除了這個內容上 補充少少比賽發展的過程 小學辯論無可避免都會出現這個情況 所以大家聽完之後 都不用太過覺得難過 但是都要去嘗試去改善 那就是要很準確地嘗試去 聽清楚別人去 怎樣去表達 什麼意思呢 譬如我自己覺得去到甲方的負面 一開始可能說 對面認為那個禮物可以很貴重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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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開頭是有少少觸錯用神 我覺得對方不是在說這個意思 但是你就直接把你的內容塞進去 那其實就會拿不到分 評判聽的時候就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就不代表月方沒有這個問題 大家都有這個相同的問題 純粹就是要怎樣去改善 就是我自己覺得月方 譬如我覺得這個問題在公辯的時候 會比較嚴重一點 我就不是覺得你聽錯別人說話 而是說有些位置 我覺得你已經是別人回答了 你也足以可以 我感受到其實你的準備過程 是應該想落這個結論的 但是你又不說出來 是的 譬如就是可能 你問對方 我先找一遍 是的 譬如可能有個位置 你是問對方 就是那份禮物到底那個的真正價值是甚麼 你問他可不可以破壞你的生日禮物 別人回答了你不行 那你問他為甚麼 他就說因為那份禮物有意義 是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下一步 你已經不是再問他 或者你不是跳過一條問題了 其實你是想總結給評判聽 其實今天對方都知道禮物 其實都存在他自己所說的一些 可能是情感意義 但是你要說出來 如果不然就顯得你好像沒甚麼 聽別人說話 你只是拿著一些卡 在那裡不斷問你本身準備了的問題 但是就不太清楚 到底你問那條問題的那個意義在哪裏 我大概明白你很想嘗試去防範對方 將禮物定義到很物質 那接著你就有個位置就會說 其實禮物都可以封劍遊人的而已 是的 但是呢 你的主辯的end quick 就是最後一條題目 或者去到結辯的時候 其實都會再提出就是說 其實你做儀式感這件事都可以很奢侈的 是的 那麼相反禮物也都可以是 就是 很便宜的而已 所以有時候我就不太掌握到 就是有時候你又想說到這個禮物其實可以很便宜 有時候你又說到其實它都可以是 就是有一個貴重的價值 那麼那個擺位其實是有一點無靈兩可 或者叫尷尬的 我都覺得 其實就可以 我覺得可以簡單一點點 或者叫它直接一點點 是的 那麼就大致上是這樣 但是總括而言來說 我都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比賽來的 那麼公辯環節 我覺得雙方都是有嘗試去解答一些對方的質疑 那麼可以做得再好一點點 正如剛才所說 當對方答了你的時候 那就嘗試去想多一步 就是你問了一條問題之後 怎樣去總結給評判聽 其實他剛才說的答案 有些甚麼錯誤 或者有些甚麼是跟你的站方 就是你想獲得這個總結的 就是你想獲得這個收割 那大致上是這樣 那將時間交給另外兩位評判 多謝大家 好 之後有請領南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 就是張維黎先生 張維黎先生 這類型的所謂雙辯題 其實以往是比較多在普遍上出現的 那大專其實就好像都 我不知道近年有沒有改變 但是一直都是相對少一點的 很多時候都是正反的 那還有我很多時候 我會喜歡小學辯論比賽的一些題目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收到題目的時候 我們一眼看去就好像覺得 這條題目好像很簡單 或者好像很生活的一些瑣碎的時候 但當我們真的去聽的時候 或者當我們真的去研究的時候 發覺原來背後其實是 尹涵一個更加大的一些心意 那所以每一次當雙方 將這些心意說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 嗯 即是 又令我學到東西了 所以其實都真的 每一年都很多謝賽會 真的會有邀請我來做榮判 那 我前面的評判其實他講了很多 我覺得 盡量撿漏 但其實他整體上 其實已經將我 心會要講的東西已經懇賊了 那但是 我其實 有少少的一些 就是我想雙方呢 其實 在 陳述的過程裡面 其實都有一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 那 我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關於 可能雙方出來的時候 做一些定義上的工作 因為在比賽裡面 其實定義是很重要的 因為 定義一方面其實是劃定了 到底我們今天討論的東西是什麼 第二就是 我對一些 一些字眼 評判隊 你怎麼理解這些字眼 所以當 正方的主辯出來 我今天有兩個很重要的定義 那 我覺得 我一開始的先人為主 就是不一定我會先和我定義什麼是禮物 什麼是儀式感 因為這個是今天我們 你們真正會拿出來秤的東西 那但是 你們定義了儀式感 但你們就定義 另一個定義就是定義生日 但是生日其實是沒有太大 除非在你的辯論的過程裡面 你覺得 這個定義對我後面的一些論點很重要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我覺得 我會期望 就是我先 尤其是你們有說先的一個優勢的時候 你認為我先定義了什麼是禮物 什麼是儀式感 然後當對方 如果他們的定義和你不同 而這個定義和你不同 是會影響到你後面的一些論述的話 那你就 你要不同意他的定義 因為這個定義才是真正 很大程度影響 到底今天評判怎樣理解 你們和他們說的內容 是的 生日 我想大部分對這個定義 其實未必會有很影響到你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 當你的定義和儀式感和生日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好像禮物對於你來說 那個定義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都會影響到你後面 包括他們說完之後 你們的反駁 那你們要怎樣理解禮物呢 例如你們在儀式感裡面 可能劫院裡面說 每一年都會有紅雞蛋 那紅雞蛋又算不算是禮物的一部分呢 因為正如剛才評判所說 很多時候你們會把儀式感和禮物 好像二元對立了 但其實你們說的過程裡面 其實禮物是儀式感的一部分 在他們的過程裡面 其實儀式感也是你們送禮物的其中一部分 大家不要嘗試用 我用最沒有誠意的禮物 去對比我最有精心佈局的一個儀式感 還有我跟一個最行禮如儀的一個儀式感 對比我很有誠意的禮物 那這種對比其實沒什麼意義 那時候就是 我到底兩樣東西在特質上面 怎樣去比較呢 那這一點其實相對來說 粵方是會做得好一點點的 因為對於你來說 你會說得出禮物和儀式感 其中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 禮物其實是有一個回憶在裡面的 假如當刻我儀式感令我很開心 但可能過了十年後二十年後 我看到一份禮物的時候 一個實際存在的東西的時候 會令到我想起 可能未必完全可以回到當日的時刻 但是會令我回憶起 當日我記得這件事 一個記憶在這裡 這個我覺得是 相比起定義上 我怎樣去攝取兩樣東西的特質的時候 粵方會相對做得好一點 相對來說 對於你來說 儀式感就好像 就真的好像 一起過就是一個儀式感 但是其實儀式感應該會有更多的一些內容 就是可能是會 剛才說的是一些的 令到你當… 因為你們也有說到 在負面的時候 在特定時刻創造了那種氛圍 但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 可以前面一點說 或者你一路可能 針對著這件事 去再演繹多一點就會更加好 那… 粵方我又要提醒 就是… OK啦 這個字眼 我想你說完之後 你自己都會感覺到 好像不覺得英文 那樣 所以… 在小學裡面 其實… 就是… 我想… 你會明白 扣分 在這個比賽裡面扣好過分 是不是 你們… 總分 即… 不高的情況之下 你扣… 超時扣分 是要扣五分 那麼… 那麼… 英文其實是… 沒有一個特定的 但是它就是盡量扣分 所以我也是盡量扣分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在一些扣分的項目上面 例如超時 我們在… 大學的比賽 或者中學比賽 我們扣分的比例是會少一些的 因為… 我們相對來說 我們覺得… 都嚴重的啦 但是未去到這麼嚴重 但是… 在小學辯論比賽 我們希望是… 就是… 告訴大家 其實有一些的… 東西是需要遵守的 例如… 不要超時 例如… 不要說英文 那麼… 因為… 有些英文其實… 我覺得是… 是… 沒得代替的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做過一場小學比賽 他們用Wi-Fi 那樣… 然後我們… 兩邊就跟我爭辯了 到底Wi-Fi 其實是… 是不是英文 沒得代替的 還是可以有代替的 可不可以用無線網絡呢 這樣… 是的 但是… 我覺得重點就是 如果一些沒得代替 我覺得這些這麼灰色的地方 我們可以… 還可以… 情緒可怨態 OK 這些字眼其實就… 很明顯就是… 一些平時大家說話的時候 一些… 一些習慣了用這個方式 但是我覺得又不需要… 過分… 什麼的 就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 就是… 小學生 那麼我們上來 可能… 相對輕鬆一點 這樣去面對這場比賽的時候 但是… 日後如果你想要… 再… 一步的時候就真的要… 我當我坐… 搭上個台板 那麼我就已經進入了 那個狀態 那個氛圍的情況之下 我才知道 不 我這一刻 我是一個辯論員 那麼我要怎樣去用一個 最專業的字眼 或者最專業的狀態 去應對這些東西呢 那麼… 這個是一些小小的提醒 那麼… 大概就是這些… 那麼主要全面評判 已經說得很好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可以… 太多東西可以執漏 另外一點就是想特別 稱讚一下 結辯的… 月方結辯的一個… 灰姑娘 玻璃鞋的一個比喻 因為這個好用… 好好地將你們那個… 想要表達的東西說出來 就是… 呃… 時刻這些東西是可以度過的 但是一些的物質上的東西 可以幫助你去… 就是這個東西是會一路流傳下去 這個就是你們在… 月方裡面 你們一路想… 在… 辯論過程裡面想帶出來的東西 那麼… 這條辯題我想… 呃… 很多時候辯論比賽… 當你們打得多的時候 你們會發覺其實… 辯論比賽… 我們真正在說的就是… 我們怎樣去… 可能裡面會牽涉… 牽涉的會很多 包括大家的… 那一刻的狀態… 或者是一些… 呃… 論句… 或者是論述的內容… 未必真正在說… 到底我覺得禮物重要 還是儀式重要… 那麼… 同樣地… 我覺得… 今天的比賽都是一樣的 就是… 勝負一定會有的 但是這樣東西不等於 大家的努力會白費了 是不是… 今天… 比賽是會有勝負 但是… 過往… 那個星期的一些預備… 其實某個程度… 如果你們將儀式感… 和… 比賽去做一個比較… 可能是… 過往預備的一個星期… 其實是你們的儀式感來的… 他帶你們來這裡… 那勝負可能就是那份禮物了… 那麼… 那… 我不能夠說到… 勝負重要… 還是儀式感重要… 因為兩東西都重要… 而某程度就是… 兩東西都各自在裡面的… 那麼這個… 希望大家… 在… 之後會不斷地… 就是… 無論是勝負… 或者是… 在這個過程… 比賽的過程… 希望大家都… 不斷進步… 繼續努力… 多謝各位… 最後有請… 陳德聯儀總會… 李兆基中學… 中文辯論隊前隊長… 劉榮小姐作出評語… 大家好… 多謝賽會邀請我出來… 其實我在這個場… 我是第二世的… 就是我剛剛脫離了… 中學生生活… 幾個月… 所以… 我跟你們… 其實… 差不多… 就不用多… 我再做教練… 評判都是我的前輩… 而… 因為前面兩位評判… 都已經… 說了很多… 內容上的東西… 那我都不… 就是班門農夫說那麼多… 那我就… 純粹說一說… 一些在skills上面的東西… 那… 因為我自己在中學… 我就是打一二負的… 負辯… 應該是小學的公辯… 那…所以我就… 說多一點在公辯方面的問題… 那… 我覺得很重要的兩件事… 就是你要學會JQ… 還有要學會概觀… 什麼叫概觀呢… 就是… 人家說完一些東西… 可能他答你不到… 可能他答了你… 那你就要幫他… sum up… 總結了這件事… 就是可能… 他… 應該甲方有做到一件事… 就是他問你… 你… 你… 什麼儀式感那些… 他就說… 那你就是… 同意了我方有兩件事… 但是呢… 你也要再加多兩句… 即是你同意了我… 什麼…什麼… 你也要加多一點… 否則… 可能大家就會覺得… 你的同意感… 沒有那麼強… 另外就是要JQ… 那麼… 越方呢… 你問了… 兩字一條… 一模一樣的問題… 對面完全不回答你… 那麼… 我以前的做法… 就會直接說… 你不敢回答… 因為… 因為你知道… 可能… 禮物比起儀式感更重要… 即是你要落… 這些… 這些… 結論… 你才可以令到你那個… rebuttal… 更加加分… 那麼呢… 這個JQ的問題… 大家也要學會… 不然就是… 你答完我… 然後他不回答你… 那麼你就… 讓你高了… 那麼你… 那個… 加分的機會… 你就會沒有了… 那麼… 另外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時間管理… 就是… 我… 其實呢… 就不太知道… 這個時間上… 你們是怎樣分配… 但是呢… 就有幾次都是… 兩邊… 問題都會問… 接著呢… 沒有問題的… 接著你就… 時間夠… 接著就站在那裡… 那麼… 那我答什麼呢… 那所以就是… 你… 前面你想總結是OK的… 但是你總結快… 這條問題要出到來… 要不然就是… 冷在那裡… 不知道你說… 不知道答你什麼好… 這個就是… 雙方都要學的… 時間管理的問題… 那最後就是… 很mine… 就是… OK 不mine… 但是… 講英文的問題… 就是我們以前… 中學我打網賽… 我們在下面講英文… 就是… 對方會踢你的… 因為那… 一分半分… 真的就是… 可能有時候是勝負的關鍵… 那所以呢… 大家就… 要記住上台… 不可以… 超時… 不可以講英文… 那這個呢… 就是… 就是我的小小評語… 那麼多謝各位… 那麼多謝各位評判的評語… 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努力… 不斷進步… 接下來是宣佈賽果… 今場進行的賽事為… 初賽場次一… 便提為… 甲方慶祝生日… 儀式感比禮物重要… 越方慶祝生日… 禮物比儀式感重要… 由甲方… 性工會… 性約翰… 真… 兆添小學… 對越方… 大埔舊虛… 公立… 學校… 首先公佈比賽的… 最佳辯論員… 今場最佳辯論員… 為越方… 欠辯… 龐志美同學… 所有最佳辯論員… 獎項章於賽事的… 總決賽… 拜法… 現在宣佈賽果… 賽果… 唯一… 一對二… 由越方… 大埔舊虛… 公立學校… 成出… 今場比賽的分子… 會放在主席桌上… 對賽雙方… 都可以派代表… 去越南分子… 比賽過後… 參賽比賽… 不能… 再參與分子… 保倫局主辦… 第十四屆… 全港小學校制… 辯論賽… 初賽… 場次一已經結束… 多謝大家… 來臨觀賽… 另外有請各位評判… 和對賽雙方… 現在請… 拍一張大合照… 可以站出來…